为了求个好彩头 许多民众大年初一都去庙里上香祈福 桃园市长张善政一大早跑了好几个行程 到各个宫庙去发红包 长长的人龙看不到尽头 立法委员万美林市议员黄宛如 林郑贤 舒翠玲 陈美梅 张硕芳等人 也一起出席 跟民众拜年 随后到场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问到郭朱贝的问题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大早也行程满满 对于二月份是否要跟郭台铭 朱立伦见面谈2024 一改后花奏待机的回答 换了一个说法 其实不管是朱主席也好 郭董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努力的为国为民在这里 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 那每一个人把角色工作做好 大家一起团结起心起立 努力打票做大事 然后希望中华民国 希望台湾这一派土地的人 都能够安和 安人 他能够永续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 大家好好地打票 至于在野党如何整合 何时见面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每天电视 在桃园新北的采访报道 大家在拭目以待 大家在拭目以待